大家好我是 tf voice 杨千禧 放开我闭迷第二集 每周日晚八点 更多精彩等着你 有请节目主持人 少庄 谢谢 谢谢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 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佑站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一倍师要保持一倍师 一倍师防晒霜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一倍师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倍师的线下 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再次的感谢 和欢迎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你们辛苦了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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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摇一摇 进入摇电视 然后找到爱情保佑站的互动页面 精美的好礼等您来拿 同样是用您的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佑站的官微 即可网上报名 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 在线互动 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老师 他们是谁呢 他们是周明的心理学家 白燕一 白老师 欢迎白老师 大家的老朋友 来自华谊家旬的 高级副总裁 曲伟 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雷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接下来的时间 就是分享三位老师 人生智慧的时间了 了解一下 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 有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看 当时房子 车子我都没要 就是因为喜欢他这个人 才一如反顾地嫁给他 原本以为他就是 我的真命天子 可现在觉得我错了 我比他大了六岁 思想观念有些不同 是很正常的 可是他就是爱做的 这些事不够 他不仅思想着跟不上趟 还是个小气鬼 我们在一起 他一万年都舍不得给我花 他特别爱到花钱 钱从来不用再到日常 整个天就是爱到他自己 跟他说他还不停 真不知道他这样是给谁看 他天天怀疑我 看他自己在外面 做了多少丑事 他自己不知道吗 离婚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谢32岁 来自吉林 各体 有请小谢 有请 女嘉宾小江26岁 同样来自吉林 各体 来 有请小江 同样来自吉林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是谁要来的呀 我要来的 为什么来呀 因为我觉得都跟他过不下去了 为什么不想过了呢 因为我感觉我们之间 年龄上有代狗 然后生活上也有代狗 他说我觉得一直都挺好的 但是你觉得 我们两个没结婚之前 我觉得他这个人 虽然比我大了一点 但是对我挺好的 直到关心我 然后直到让着我 所以我找这么 比我大这么多的对象 然后结婚之后 我觉得他这个人变了 就觉得我们之间 没有共同的话题 没有 就是有代狗 例如就是说 我们俩结婚每个七夕节 或者是那个情人节 他都没有送我过礼物 他总认为我不送的花 觉得我这个人不浪漫 但是我觉得 夫妻之间 得快踏踏实实 过日挺好的 我觉得送花 还有那个必要吗 要不然我说 我们之间有代狗的 我并不是让你送我 多贵重的礼物 情人节 或者七夕 我的女朋友 都能收到礼物 都能晒到朋友圈 所以我看她们 都能晒到朋友圈 我也是个女人 我也是个小女生 我也希望我能收到 我老公送我的礼物 我并不要求她 送给我多贵重的礼物 但是我也送你礼物了 那一个小花就可以了 我并不是每次都不送啊 你什么时候送给我 今天情人节 我送你礼物了 没送你花吗 你今天情人节 送的我花是你买的吗 是不是剪的 剪的 天天没有 剪的送给我 是不是这么个原因 今天情人节 有一对小情侣吵架了 因为送花 那女孩把花扔了 后来我一看花非常好 剪起来了 回家送给我 她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自己说的 你说的 她说你怎么买这么多花啊 平时你是个挺抠门的一个人 我说这花是我剪的 当时是我生气了 我认为我 就是说 情人节我送你花来 虽然这花是剪了的 但我的钱我也省下了 她倒也老实 没撒谎 我觉得过日子这样 实在是挺好的 她老说我不浪漫 我怎么就不浪漫 这我也不挺好的吗 我不觉得你剪了的花 送给我是一种浪漫 我要的是你的心意 我不是说要一个物质上的问题 但是 我不是说让你送我 我心里有你 我花我已经送了你说 你花已经送了 但是不是你自己 不是你发自内心花钱去买的 行 我们不讨论这个 是你剪的 这个不讨论了 就是她怎么来的 有还是没有 我们在听其他的事 最起码的 她连我的生日 她都不记得 这个不应该 她就促进大意到这种程度 不是不记得 有叔叔赶上忙了 就把她就忽略了 她生日是哪天 你知道吗 你看她还得想一下 5月10号 给她过过生日吗 她想不起来 她想不起来 每次我过生日的时候 都是我 我告诉她 我说今天我过生日 她过生日 过生日呗 完了 但是我觉得怎么觉得 就是你看你过生日 你喜欢什么礼物 你可以拿钱自己去买呀 你自己买 你喜欢就够了呗 是你把钱都交给她吗 家里钱都她管 看她现在这个态度没有 她就认为 要不然我说 我们之前有代沟呢 她的思想 就不是她这个年龄的思想 我的钱 我拿我的钱去买东西 和你给我买的东西 它能是一个意思吗 我要的是你的这种心意 你去给我买一个东西 送给我 我要这种心意 行 我明白 这个我问一句 你们俩钱还是分开花吗 难道 你花你的 她花她的 我这个人大男子主义 她从来没有往家拿我一份钱 我不是 我也不往家拿钱 你知道吗 咱俩我现在每个工资 是三千万元左右 去了交楼带 家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费用 水费 电费 有我们日常生活的开销 几乎每个月都是没有什么钱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我觉得你这个人心不在家 心不在我身上 你做一个男人 你都结完婚了 你对这个家负责任了吗 你对我负责任了吗 你都没有把钱交给我一次 所以说这么多年 咱俩最开始过日的时候 生命不富足 每次的钱交房贷车贷的 都花出去 我根本没有注意的钱交给你 你可以把这个钱交给我 但是你这个人的性格你还不知道吗 他特别爱能够花钱 如果说把钱交给他 我们日子没法过 生活当中他买一只口红 就甚至能花上几百块钱 你说我游戏公司 就三斤多块钱 那你说买了这东西之后 我们日子还怎么过 所以我钱我 我现在根本不敢交给他 你说对的夸张 我哪有一个口红买花 好几百 但是女孩爱美爱打扮 这都是天性 但是我花的都是 我自己所挣的钱 而且你挣的钱 他每个月的工资 我都不知道多少 那他每个月挣多少钱 然后这个钱花在哪了 然后他现在手里有没有钱 我完全一点都不清楚 你挣多少钱他知道吗 他知道 你咋不跟人交代账呢 这不好啊 我觉得女人嘛 东北话来讲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如果你挣的钱 都不往家拿不给我 我找你有什么用啊 我自己过呗 我自己现在挣钱 我自己这样 但是你觉得现在这样不好吗 最起码你不用管这么多 你日子过得也舒心呢 一天只够自己忙自己就好了 你看他这样 我觉得挺好的 每次我一问我说 你那钱的花在哪了 然后他都说 这个不是你女人 该问的 他说这我可以安排啊 不用你管 我认为他被拿我当我妻子 女人如果像他这样 我认为他反正会很好 没有负担啊 那些什么也不用管 只够打我自己就好了 但是我不那么觉得 我认为他这个人 心不在我身上 好 你们俩自己在家 对这个人家不负责任 你们俩在家做饭吃吗 偶尔做 偶尔出去吃 吃饭 我做 你做 这个 他这个晚上出去 瞎应酬吗 没有 他那个人吧 他那个客人有个人的爱好吗 他那个 他不太出去跟他们吃饭 喝酒什么的 但他这个人的爱好 我也有点接受不了 啥呀 要不然我们 我说跟他有代沟呢 他这个人的爱好 按理来说就是80后90后的 一般的爱好都是打个游戏呢 打电脑玩手机是不是 打个抬球 但是他的爱好就是养鱼 养花 养草 就宅在家里养鱼养花 我养花 养鱼养草 有什么不好吗 这不挺好吗 我觉得他这个 他这个爱好应该是大叔 大爷之类的爱好 你就当他是大爷 那有什么了不起啊 我出去不乱花钱了 我不花点有地啊 你说呢 我觉得非常好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 对 那他对着花 鱼 草 看他们的时间 比看我时间都多 哦 这就不应该了 他能坐在鱼缸面前 看四个小时鱼 哦 他不看一眼你 对 那单把鱼 蒸到一个小片 你这有啥看的 看四个小时 是不是精神病往哪里做 其实我买的片鱼 照你的照片买了 看我看够了 然后看鱼是不是 老钱往扣门 不不 行 你直接回答我一句话 你看他看够了吗 没有 看你也没看你 没有 这怎么不看我的 你每天都面对鱼 懒得面对我 这个 总之妻子觉得丈夫 是个木头对吧 对 要钱不给钱 对吧 要关怀没关怀 天天看鱼不看自己 是吧 对 然后这个 希望浪漫一下 连个基本的浪漫也没有 对吧 而且他这个人还特别扣门 扣门 怎么扣门呢 打比如就是我们两个一起 出去应酬 和朋友一起吃饭 吃了十次饭 他十次都不在请客的 一次他都不在花钱的 而且 别人吃完饭了 然后那个都是抢着花钱 抢着买单 那也不太好 他也去 我以为他去抢着买单了 然后结果他去 管人服务员又包装袋 去打包了 你说你 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啊 咱每次吃饭吃的时候 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他们知道我这个 并不富足啊 就是他们每次想着花钱 我想等以后我都有钱 我得花呗 你这不太好你知道吧 但是我不这么觉得 你说你都不买单 然后你再拿方便袋去打包 你好意思吗 大男人 那么省得浪费粮食吗 你看他就这样 行 非常小口 他老是说我这么多毛病 其实除了你不知道啊 他在身的毛病也非常多 说说吧 说说吧 其实朋友们都知道 他们看得出来啊 朋友们都知道 看得出来 他长得比我漂亮一些 对吧 平时非常爱打扮自己 爱打扮不是什么毛病啊 女人天气就爱打扮的 但是我觉得你打扮得过 我知道吗 怎么过了 你为什么每次出门 花蹄那么漂亮干什么 而且有时就说 那我就长这个模样 那我应该会怎么办 寻的存在那么短干什么 我觉得其实我不觉得 女人美是可以的 但是女哥那么过火 而且她每次出去啊 包括见很多生人 有的时候我们 参加演出 有很多人加他微信什么的 平时总发照片 在朋友圈里塞 很多陌生人点赞 我根本就不认识 所以我就特别不理解 有陌生人点赞可以啊 但是每次他每一条信息 都给你回复 我先打断你一下 我先打断你一下 什么叫陌生人 你不认识的 你就认为是陌生人吗 他们都是我朋友知道不 不是我朋友 为什么加他们微信呢 但是人家 我发朋友圈 塞自己照片 正常 现在90和80后的 谁不塞自己照片啊 那我咋不塞自己 那是你 因为你老胡板 因为你这个年龄 根本不是你这个年龄思想 不是先让他们看吗 平时我在家当中 有的时候我也挺生气的 老时候长得丑 那你让大伙看看你这副尊容 你长得不磕着吗 我哪儿长得丑了 我说娶你了吗 磕着也是你老公 不是别人的老公 是吧 这姑娘说了 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都说你牙大 你让大伙看一下 你看你牙大不 就这两个门牙 真是得扣一封麻将 都能胜负军旗 行 这片就翻过了吧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她这个人啊 就是平时非常小心眼 小眼的什么程度 我曾经有一个前女友 每次我们路过的时候 开车嘛 她总说我往她家看一眼 有时候我就觉得 我看一眼有什么不对了 而且我看车 我不往前看 我往哪看 我能往后看吗 那你咋不往别人家看呢 可以没往她家看呢 我看我还能有什么想法 我就跟你已经结婚了 那也不行 因为你不单纯的看 小眼 你不是单纯的看 平时我在大街上走啊 想说看有漂亮的 有不漂亮的 就哪怕这个人长得 非常丑陋 我看一眼也不可以 回家跟我打手当 就是我看一眼的 因为你的不是单纯的看 因为他有个毛病 他看人 尤其看女生啊 不管好看与不好看 看女生 搁这边过去吧 他得一直顶着 一直顶着 一直顶着到地方 他就是直着我得看 就是看不到 把眼睛都看进去了 他是平平时时 平平常常的看 我能 我能多心吗 但是我看了 就我的造型 你还有啥不放心的 你心里出轨也不行 知道不 还有这不是最主要的 还有最主要的呢 有一次 他和你一个女生 单独的出去吃饭喝酒 看电影 有 这个是我老同学 这是我最接受不了的 我不相信 你怎么不相信 因为你从来没相信过我 我有一次 我跟我一个女同学 好多见面见面了 偶遇 完之后 那个 女同学说 那个老同学 大点出去吃点饭吧 完之后吃完饭 又唱唱歌 喝喜酒 还看电影 回来之后 就问我 那个女同学 她那人怎么怎么样了 说我就好 就感觉我跟她有事了 我怎么解释不行 那你都说我怀疑你 你怎么不实话实说呢 你觉得你一个大男人 都有家的人了 你感觉喝一个女生 单独的出去看电影 吃饭喝酒 而且喝得熏熏大醉 回来 你感觉这样好吗 难免有些应酬 那怎么办 在家你怎么不舍得 给我花一份钱呢 然后你出外边 你和女同学 给她看电影 那你说我跟一个 女生出去吃饭 我能让一个女生花钱呢 但这还不算完呢 她和她女同学 吃饭喝酒 然后看电影 回来大概得有 半夜十二点左右 然后她喝多了 然后那个她去洗澡 把手机就放在卧室外边 然后我就看她手机来电话了 上面写一个女生的名 那她来电话呢 我出于礼貌 我没有接 然后她从那个浴室 除了之后 我说你的手机来电话了 然后她拿起手机 她说没有啊 你听错了 我说你把你手机拿过来 我看一下 我告诉你是哪个来电话了 我就指责她一下 然后当我再次拿到 这个手机的时候 这个通话记录已经没了 被她删了 你知道为什么删吗 我敢问你为什么删了 没有事你为什么删 因为你平时你就小心点 你就多心 所以说这么晚的时候 你删了不过去 所以我删掉了 然后这还不算完 然后我俩就是争吵 我就质问她 然后她也说不明白 然后她也是趁着酒劲 然后我俩打在了一起 其实我根本没有打她 她对我不依不着的 起来上身抽的衣服什么的 后来我就生气 使劲时间推了一下 她说打 我一个小女人 你感觉你没使劲 但推了我一下 你把我推倒了 根本上没有打你知不知道 那是最接受不了的 所以我今天要选择跟你离婚 好好好 行 听明白了 让她过不下去了 但是我觉得没什么过不下去的 我这么多年 我跟她一直都非常好 但是你咱俩那年龄上的带狗 生活上都没有办法生活 假如我是一个女人 我找一个老公 像有一种带着这种父爱的老公 我觉得会很幸福 我不是想找大叔 我找的是老公 好好 听明白了 她要老公 你是大叔 她受不了了 是这个意思吧 其实这是想把日子过好 又不知道把日子 怎么过好的一对夫妻 尤其是女生 她希望日子能按她想象的浪漫 她想象的那种方式来过 但是老公不知道该怎么给她 所以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秋笔分文件 来 白老师 从最开始的 捡来的花 当情人节的礼物 到后来对你牙齿的指责 到最后其实我终于听明白了 就是女孩长大了 她一直在强调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男孩子你听懂了没有 她一直在强调咱们俩差好大岁数 咱们俩有代沟 我仔细地看了一下 你们的年龄也不过就差六岁 哪里有代沟呢 哪里有那么差那么大呢 但是她毕竟只有26岁 她放眼一看未来 至少她的人生可能还得有50年 现在咱都长寿活76岁 不算一个梦想 未来的50年当中 她都得看着你去看那个片鱼 然后你就去看那个花草 这个背后意味着什么 你知道小伙子吗 意味着是她的生活是枯燥的 乏味的 不被关注的 和没有亲密的关系的 26岁就要过56岁 无欲无求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太亏了 她的人生开始绽放 终于要真正地开始绽放的时候 而这片土壤已经贫瘠了 好 谢谢白老师 来 去坐 男生今天挑的衬衫不错 女孩就想让你送花呢 如果你能把自己当成一朵花 送给女孩多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三角熏目 分数跟ective happen 被看到这话 爱情ило 但很专 爱情就是一场燃烧 爱情是熊熊大火 婚姻是小火慢炖 但是你们的生活却形同死灰 这男生其实如果说 他身上的种种毛病 把他放在一个单独的男人身上 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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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我们的小话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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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感谢观看 肯定 感谢观看 然后之后 我们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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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朋友 感谢观看 你没有那个 很久 他每一个问候都正好恰到好处 虽然没有任何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但是拿出来说这些点点第一能说 尤其是在异国他乡的时候 对的 尤其是在寂寞的时候 这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是的 是一份特别美好的回忆 是吧 那其实对你来说 就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 这姑娘其实把难题已经放在这了 留下来咱好 你走 咱分 是这意思吧 姑娘 我听得对吗 还是说即使留下来 其实你也不想再跟他继续了 你说一个实话 你给他一个特别明确的答复 说实话 心里还是对他有感情的 我的问题是 如果男生留下来 你就一定跟他好 还是说留下来 只代表我接受我们恋爱 好不好 谈谈看 我觉得应该是留下来看 如果真的 谈谈看 谈谈看吧 所以啊 所以男生心里会恐慌啊 留下来也只是个谈谈看 我怎么能留下来呢 我要强大自己 女生心里想 是啊 我去了 我去了以后 也是个谈谈看 我还得强大我自己呢 你们俩就在这叫上劲了是吧 好了 时间过得挺快的 研究生也读出来了 一份不错的美国工作 已经向你招手了 如果人生当中再有一个自己喜欢的这个女孩 愿意为一段感情 再守了一两年两三年的分离 人生赢家 但人生哪那么多如意呢 应该怎么抉择呢 老师们你们看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卷 其实什么样的人 更容易接受异地恋 我觉得有这样几种情况 第一就是 本身他对亲密感情的那样的一种接触 是陌生的 这样的一个大部分出现在离异家庭 或者是留守儿童 他们成长起来之后 因为他不太熟悉 跟一个人天天朝夕相处的那种亲密 所以反而拉开一定距离的恋爱 会让他有比较熟悉的和舒适的 轻松的感觉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独立性很强的 他对爱本身有很深刻的信任 所以他相信一个人不在我身边 但是我依然相信他不会不爱我 还有一种呢 就是他们之前会有比较好的情感接触 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相爱 他们得有信任 然后这个书如果造成距离的分开的话 他们会有之前的很这样的一种情感基础 作为他能支撑思念的这些动力 但是我听来听去 我觉得咱们的这位女孩 她既不是很期待有距离的感情 让自己放松 她也没有说那么的独立 同时你们俩也没有那么深厚的过往 成为你们彼此这种异地恋的一个支撑 一个强行力的基础 还有一个 我觉得小伙子你忽略了一个东西 在他没有太多的生活压力的状态下 成为在一个学生生涯的时候 他对于分离的这样的一种情感 就有这么多的抱怨 那么他马上就要毕业了 他一毕业他进入到社会竞争 这个时候他内心会有更多的脆弱 会有更多需要情感支撑的 这种即刻支撑的这样的一种陪伴的需求 而那个时候你还是不在身边 我真的不认为他能够去靠一种 叫相思的东西支撑下来 异地很美好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去适应他 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情感这个东西一定是要找适合自己的 才是对的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 来 施总 男孩问你个细节 这个美国的工作机会 你没有去应聘 你没有参加面试比试他就落在你头上了 我的确去参加 对啊 有很多面试和比试 参加之前有没有跟他打招呼啊 我有说我去试一下 但是我也知道希望不是非常大 试一下目的是什么 就是首先第一点是挑战自己 然后我也希望能够 其实内心也是希望能够在美国找到一份工作 这样能够有更好的事业基础 对啊 你说的第二点是你的目的 这才是你最重要的 我可以这么理解你的生活规划吗 你其实早已经下定决心 不知道是从什么开始 你就要去美国发展 这是你未来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规划 有没有跟这女孩分享啊 有提到但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在我理解是刻意的使它不是很多 几次貌似都是一种临时告知 在你的生活轨迹里面 或者未来的规划里面有它吗 有 可能只是点缀屏 而他却不然 他如果觉得今后 如果把自己交托给一个男人的话 一定要心里要安全 你这点就没有给他任何安全 只是在所有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只是被告知者 所以这样种种行为 怎么能够让这个女孩能够 去到遥远的他乡 去投靠你呢 怎么可能 所以你们现在在谈什么 拿出点诚意好不好 拿出点行动好不好 谈谈未来好不好 我们清楚地知道 未来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现在 或者过去只是我们经历过 现在认识到 才能取决于明天 我们选择什么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胡老师 你们俩所有的对话 我只听见了三句 女生对男生说 不能为我留下来吗 男生说 如果我没有好的工作 将来怎么养你 女生又说 天知道你将来好了 养的是我吗 我只听见了这三句 就这三句就足以证明 你们都其实各自心怀鬼胎 都不信任对方 这三句话所透露出来的本意 无非是男生说 工作比你重要 这是潜台词 女生说 你工作好了 成功了 你一定会使乱中心 你们彼此都这么不信任 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 彼此都防着对方 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 所以根本不是异地恋的问题 而是你们根本不愿意 为对方 哪怕再付出那么一点点 有一个女生叫杨莉莉 她在大二那年 找了她的学长做男朋友 那个学长叫李明 两个人都很穷 每年都拿奖学金 和助学贷款 当请示的所有的女生 发现杨莉莉 找了那个穷学长 做男朋友的时候 都说 你们这样的弱弱联合 前途一定非常黯淡 就像他那个姿语 我看了 他在这里 我说 太多了 我们的面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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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吧 就像刚才老师们说的那样 如果真的 没有什么 可以拿出来的话 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挽回你 可能这台上的一个小时 并没有办法说出 我心里感受的那点点滴滴 所以 我想问你如果 我愿意回过工作的话 你愿意留下来吗 那你为我留下来之后 如果你在这边不顺你 你会怪我吗 怎么可能 你给我带来那么多感动 是别的女生带来不了的 今天 想告诉你 我真的 冲动是魔鬼 想清楚 不要轻易地去说什么 不冲动地做出决定 这个舞台大家给你们提供了 很多思考的角度 同时把你们心里 可能想说没说出来的话 都赤裸裸地摊在了双方的面前 你们需要思考之后再做决定 而不是在这儿匆忙地做 好吗 好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回 哎呀 这段恋爱谈的 特别像一场谈判 一段一年半的一国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两个人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现在生活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要做出选择 他们会怎么选择呢 在这里要感谢一下 那几天和古方红糖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看看他们的选择吧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行了 回去吧 本来没有宝石护肤领先品牌 药宝石伊贝斯伊贝斯防晒霜冠名播出 伊贝斯女王幻炎季期间 爱情保卫战的春季套盒 嘉义员多送一套 改变自己做自己的女王 我们见证属于这两个年轻人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可能我比较大男子主义 所以在最后才跟你说了这件事情 但是对你是真的真心的 不然也不会坚持这么长时间 希望能够好好在一起 就像这台上的一个小时 根本没有办法说出 我们在一起家里两年发生的那些事情 没有异地过人是体会不到异地的感觉 带过那么多那么多的感动 永远都不会忘记 在爱里等着你 为你疼惜有种暖泥 在梦里抱会吧 来吧女生 走快回去吧 回吧 那场幸福距离 海天难回忆 我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他们真的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 伊贝诗爱情保鲜记 来自万事达专区的网友 向陀老师提问说 我处了四年的女朋友 分手了 我大她七岁 她家里人极力反对 我单亲家庭 工作最近也辞了 他们说我不能给她带来幸福 我女朋友跟我说 她这辈子完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是放不下 我们之间的感情没问题 就是家里硬拆散的 她选择了家里放弃了我 我每天都很痛苦 舍不得这段感情 还有挽留 如果你真的爱她 应该理解她 在你和家人之间的左右为难 如果你真的爱她 你的感情一定能够打动她的家人 所以与其在家里痛苦 不如赶紧真心的复苏 好 谢谢图老师 也感谢我们其他两位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 护肤领先品牌 谢谢大家